各位马迷 路友好 欢迎又来到Layman的频道 今天和大家说说1月9日 沙田安排了10场草地日马的赛后重点报告 各位跑完马就安居平五路吃饭啦出去威威啦 Layman也要继续为大家读一下赛后报告做一些赛后检讨啦 Layman今天出四条育成赛马系列 都叫做两个胚 两个紧颈四 川甲英叫做无辜的 摄在来栏沙塞 输半个马位 另外会员片 四条会员片都叫做中两场四重彩啦 有一场更加是出四只 四只中了回来的 另外有一场出六只 就有一 二 三 四 五回来的 希望继续有些运气 和大家选一些比较有机会的马来投注啦 先说回今天的赛事啦 延续了这一排不够骑士用的时候呢 那些慢步速的跑步特色啦 今天呢 跑了几场的 田草村二米赛事呢 今天最快步速那场呢 竟然呢 就是投场呢 极爽赢马五班那场啦 Layman 你说什么呀 你不是搞笑吗 不是搞笑 如果Layman会搞笑的马会就更搞笑 那只美丽多多啦 昨天在Layman事前Live也说啦 这只马上季曾经加过眼罩在全天后跑道 试好眼罩啦 整季都不拿出来用啊 又不用试杂给别人看眼罩 戴了下去有什么后果啊 今天突然间四只美丽系 出来 跑同一场赛事 一粒眼罩下去 就爆到石破天惊啦 连那只达热门的帕马兰锥 都被他割了 莫雷拉就被蔡若翰割了 现在马会呢 我提前立过一下的赛后呢 就说要言讯别人为什么有进步的表现呢 不知道关不关眼罩事啦 其实呢 今天有两只马 Layman不是每一次都量足十场的 哪有这么多时间啦 我今天计算四场马五场马 今天有两只马呢 就是不需要经过眼罩的 集商测试呢 也都没有在外国用过眼罩 又或者说 马会没有公布他们不需要 集商测试 而可以戴眼罩的马啦 包括姚本辉那只叫三光飞轮的 都跑得很厚的 另外呢 就是美场的美丽多多呢 现在就说要言讯他的进一步 解释一下 为什么今天呢 就 有这么进步的原因 最近都是一些慢步速的特色啦 第一场五班千二米呢 这一场的步速 更快过川甲英那场啦 也都快过月球什么轻榜那场啦 最低班的一场 就是最快步速的一场 千二米赛事啦 五班慢过三班的 大家欣赏一下赛后报告啦 各位未订阅内门的频道 可以免费订阅内门这个 讲真心话的赛马台啦 另外可以加入小弟会员月费计划 去支持这个花大量时间 说真心话的赛马台啦 第一场五班千二米 竟然就开了个45秒8 最快的步速回来呢 就比那些三班 四班的步速还要快的啦 所以呢 究竟是地慢啦 还是那班人做得比较慢呢 是不是 不关于地事啦 林文祖那陣子已经和大家强调过这一点啦 有一天十场有九场慢步速 偏偏呢 就是 牛下女车臣收到 CEO提示中投马那场 总理赢的呢 就是快步速啦 就是没理由头慢 尾慢就是那场快的嘛 是不是呀 不要说那么多啦 不要说那么远啦 我们一会又言讯一下那只美丽多多 为什么会有这么进步的原因啦 是不是呀 那么一个马主 一个家族就出四只 那只呢 上年就试好过眼罩 今天一粒出来 就全部马都给他拖了 为什么会有进步的原因呀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他不用集商测试 但是又可以加眼罩呢 是不是呀 那么很多马迷都是想着投注呢 都是为了派彩那一刻的 那这文是比较执着一些的 大家老友记都知道的啦 都不要说到那么大声啦 何必呢 规例就是规例嘛 规例需要公布 需要测试 就应该要严格执行啦 继龙堡堡啦 佳砖三啦 上次还有一只的 那只叫欧洲导弹啦 美丽多多啦 三光飞轮啦 为什么有些马要集商测试 为什么有些又不用呢 我真的很奇怪呀 那么威力起 第一场起步外邪就撞到创福威呀 那么合金之星呢 一出来的时候呢 在向上游和蒜头本色之间就逼呀 当时那只蒜头本色的出乘笨实啦 就向外邪跑 接着在外面出乘的合金之星呢 和向上游就撤入啦 千一买得福 和那只极爽互相撞啦 一千买得福又收慢 找遮挡啦 那么过到500米呢 电讯飞弹兜过威力起 威力起就在很有信外面呢 就后面有困境的 那么创福威呢就转弯就外 直路弯的时候就外闪了 250米又将头转側 又要避开合金之星 那麽德福早段吹拆就来闪400米合金之星呢 在创福威里面困境 那麽很有信 沿途都走外谍的 王进的发挥没得顶的 不过呢 有些解释的 那麽原来呢 就这一只呢 很有信是流了鼻血的 那麽田坦安 电讯飞弹上次追得够劲啦 是不是呀 那麽今天呢 就给别人 讲讲 田齐有些事情告诉大家 他说在大外档的电讯飞弹 一出习רב 就叫他撤入找遮挡 他说为了找遮挡 他要把这只电信飞弹 放在马群的后面 弄到落后得太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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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小组的兽医去检查电信飞弹 就没什么特别 跑第一的 由守住的位置 懂得追 现在这只叫极爽 金刚石都算了 如果你以这一场的步速 跑下去川甲英那场 即是加州时阶那场 可能他拿了头马 金刚石 湘南奇跑第三 合金之星 跑第四 比较令人失望的精算赤艳 上次来地又不行 今天打下去又只有这么多 讲到第二场 精彩勇士 高脱未影杨飞 拿到头马 日日刑跑第三 大金虎后上 就剁了 万众力德的四重赛 看看赛后重点报告 其实这段跑直路赛 第二段 也是有些偏慢的情况 岳林天下 一出来就昂首 出习是缓慢的 这只马 买他就等于买他 犬不犬名 但是现在 发现岳林天下 就有很多血 熔天鹏的马房 真的很多这些马场炸弹 买他 他一流血犬名 你就 输了 不买他 他发神经 不犬名 不流血 那就全都 劏了 这些叫马场炸弹 过河敬桌 起步外邪 熔天马房里 数了 有一串炸弹 在马房里有太多危险物品 过河敬桌 外邪 撞到未影杨飞 未影杨飞 又撞到大金虎 精彩勇士出习笨 葬日日影 400米过河敬桌 在万众力德 和闪电精灵 逼一逼 就失了平衡 闪电精灵的内邪 150米大金虎 避开万众力德 因为 告那件事就不读了 谁人都知道 为什么告掉了 总之就是 落临天下 大把血 大金虎 检查没有特别 跑第1 精彩勇士 跑第2 未影杨飞 跑第3天 未影杨 跑第4的大金虎 近期的直路赛 中段常常开到20秒9 20秒8 20秒7 上季的时间 这些时间 五班都比他们快 讲完啦 讲到第3场 团结精神 由头 不知道为什么 又被加州时街 又不拿一条篮 我看上去 团结精神 怎么知道 爆了回来 加州时街 只能够得 紧颈死 莫黎拉川甲英 为什么要拿 里面的位置 不拿出来呢 一会儿听 万人迷 怎么解释 是不是 勇闯 跑第2 这些文字 看到那些冷门 全部都执外档 都是米薄 出4只 4只 中了 就算了 美丽攻略 繁躁不安 何宅遥被抛下 这些 免得 经济勇士 起步外邪 撞倒川甲英 川甲英失平衡 向外邪 挨倒 团结精神 团结精神又阻倒 善传万里 美丽攻略 因为档位差 就要撤入 陆陆大信 也是收曼 找遮挡 900米 盈南修文 拿着遮挡 靠着勇厂 后面困境 即是盈南在勇厂后面困境 当时勇厂就来疑了 小组告解 波赛组合这一只勇厂 转力咳线的时候 麻烦你小心点 小心点 那些马迷量眼罩的时候 你小心点 知道吗 我戴眼罩 需要经过你测试吗 使用杂商给你看 爆就爆 进步表现 告解波见市 900米川甲英 在团结精神后面 将头转折内闪 接着川甲英的善传万里 内疑 搞到陆陆大信 受了 陆陆大信 在800米难以稳定 收曼避开竞技勇士 陆陆大信 在竞技勇士后面困境 400米善传万里 外疑 避开陆陆大信 陆陆大信 受困 接着要向外邪跑 100米 杀到紧要关头 陆陆大信 又外疑 避开加州时佳 当时加州时佳 外邪 100米 善传万里 向外移出 避开盈南 当时盈南外邪 没断善传万里 在盈南 和美丽攻略之间的扎位 跑 这只善传万里 其实都输两个马位 左膝右膝 让人查一下 川甲英莫雷拉 上次川甲英 巴道已经骑了一场 相当精彩的赛事 有很多朋友 中了川甲英 打浪漫勇士 接着就 经典之光 搭 醒黄财 那场过关 那一天 巴道已经一出门 就不断在那里 领头望望望望望望 望了五至六次左右 今天莫雷拉 是要摄入那个 扎到没得扎个位 不如听万人迷 怎么说 买了毒赢的朋友 就真是头都狠了 莫雷拉川甲英 他说 直路组断受困 不能够望空 现在输多少 输半个马位 选个死位 去冲 其后他在300米 就把这只川甲英 移到去团结精神 外面 是不是外面 不是 是移到入面 想去到加州时街 和团结精神 外面 是不是外面 不是 是想移到 加州时街 和团结精神 这只川甲英 里面的扎位 莫雷拉又说 我艺高人胆大 是不是 你吹呀 他说他尝试 在300米 想取得这个位 但是坐骑 就向着加州时街的后提 刚刚好 这个时间 就内闪了 是不是 多巧啊 不要外闪了 就偏偏内闪了 加州时街 而加州时街 在250米 又外邪 刚刚有个位的意思 他说 虽然他尝试 让这只川甲英 拿去加州时街 和团结精神之间的空位 但是因为川甲英 刚刚又内闪 这个时间刚刚内闪 加上加州时街里面 又有个位 那怎样呢 那就赌进去 有个位 是不是呀 他就选择 移去内闪了 不是外闪 不是呀 内闪 就赌到加州时街里面的望空 是不是呀 他说 他说如果我要将 马在加州时街外面 和团结精神的里面 我就要移出去 是不是呀 你现在都闪进去 和移出来有什么分别 他说 总之我现在就是要 摄进去 我是万人迷莫 你是呀 你会骑马 他认为最好就不要 和坐骑斗力 他要闪进去就闪进去的意思 反而他说 给这只川甲英 信他自己的步运 移去内闪 就在加州时街里面 冲 他说 在150米 川甲英在加州时街 内斜的时候 穿进去刚刚加州时街 又内斜 我万人迷莫 莫雷拉 就受了输半个马位 回来 他说其实 除了这一下 其实他都有一路 望空去到终点 这一场 就是一场名为三班的1200米 步速就要比起那一场 五班的金刚石 还要慢 你想想这只加州时街 如果金刚石 摆在这一场 我想金刚石 应该可以做乱胆吧 就是 没什么好说 说完了 相隔一场 地的变化有这么大 地的问题 城杰精神跑第1 勇厂跑第2 川甲英跑第3 那只加州时街 别人让了条篮给你 你也是跑第4 希望老友中了钱 今天说到第4场 什么叫世纪慢步速 坚有料又来一单 上次又慢步速 今天又慢步速 坚有料 神舟时代 第1段已经慢三四线 两三线 不要三四线 这个班 接着又慢三线 三四线 第2段 第3段又慢四五线 叫做拉住 赢了一场头马 神舟时代 好像都没跑过千四 经过这些步速 都能够第1次跑千四 都能够捱到过坯 刚刚给了那只近排有好表现的奥隆区 后上上次对着 八路飞翔的有形星 这场后上跑过第4 得上也跑过第5 第3段 开到59.6 重化试习 试一千都是差不多的时间 不要说这些 时间的东西 好死的 突然间好像这几个月的跑马水准 好像落到叶儀时代 除了第1场 第1场是高水准 5班快步速 今天一出集有形星 张头就转側了 出集笨 睿智 爱邪 撞到勇敢动力 勇敢动力 我们何妖呢 这场演技 认真出色 应该也会被人问 他说我是金仗影帝 你不是 奥隆区一路骑一路退 一路骑一路退 大家都看得 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 高东尼那只退 赛明少那只杀进来 田鸡那只亦上 高东尼那只退 看看怎么解释 得赏 收曼稳遮挡 他说13米中环16 靠着好有无敌 后面有困境 当时好有无敌 内邪 舒缓 对中环16的击逼 我们苏伟延 凡着海王区 整天都在前面 吹 今天又不吹 待会被人的敌 去问话 吹死死死了 有空抄了身份证 適时车牌身份证 抄一抄 回答两句 没事了 海王区早段收曼 遮挡党 难以稳定 走势 之前的师傅 即是前 阿头 他们叫阿头 那么 肩有料就慢步速 就赢马 肩有料 一方家拍 前库链的苏伟延 整天摆头走 海王区这场 一出门就收慢了 难以 稳定走势 还要素杜昂首 慢得就是 不断头在那里 接着海王区 还要沿途 没遮挡党 走外跌 阿头那只 就定个台游 又小只快马 海王区的 练马斯苏伟延 解释 方家拍是 我爸爸 不是 这些是我的设计对白 他说 由于之前 海王区 摆头 没断没得冲 那我就想着 这次大外当 叫海王区 收慢 是不是 什么时候收慢 这个就叫 timing 上一场收慢 不是 下一场收慢 不是 这场收慢 这个就叫 timing 是不是 建有料 你从表面来看 慢步速 摆头走 没了快马 如果这只 海王区摆头 对什么马 没着 强势呢 是不是 这些就叫timing 煮东 千万不要煮得过熟 会老的 如果早一场收慢 那就生了 想找遮挡 早一段收慢海王区 希望没断有得冲 现在冲第几 冲到 看不到有冲势 他说希望是这样 800米 逛出魅力 在瑞智之后困境 750米 瑞智 抢口 外邪 避开天地同心 很有无敌 沿途在外面 650米 瑞智 外邪 撞到很有无敌 两只失平衡 瑞智又内邪 又撞到得想 500米 高东来的勇敢动力 在天意 和熬龙区之间 就逼 是呀 好迫 是不是呀 当时 奥隆区外邪 避开 胜出魅力 300米 何妖 伯父 何健威 中环16 又被很有无敌 带到外面 当时很有无敌 又被瑞智 带到外跑 瑞智 就外邪 小组告诫 霍利时的儿子 霍云升 你要努力 修正 剩下那个座骑呀 大佬 最近不够人洗呀 是不是呀 恩怡和中环16 就 跟着呢 在中环16 和胜出魅力 跟着很有无敌的胜出魅力 就在 很有无敌和中环16之间 无路可上 250米得响 就在天地同心 外面望空 被人查一下我们何宅遥 何宅遥为什么要这样收慢 转弯一路退 方家柏的赢马 方家柏是你哪个 是师傅来的 是不是这么巧的 这些你们敏感 雷文你不要那么敏感 是不是呀 大家看到这条片 那只马本来 咬住4 5 6位左右 是不是呀 但一直是这样向后退 看到现在的沿途走位的数目 8啦 11啦 14啦 13啦 坚有了慢步速赢马的时候 整天放的 前富年海王区就说流 勇敢动力咬住 5 6位左右 就退到下去包尾 是谁呀 方宅遥 方宅遥 被人查一下勇敢动力的表现 何宅遥说 又抄够我身份证 他说早点 我将勇敢动力放在中间 坐骑是适应不了 今场的中等步速 你说搞不搞笑 是不是快步速才适应得到 还是慢步速才适应得到 这两边是一个极端来的 中等步速应该最容易适应 他说现在他适应不了 中等步速的 他说 坐骑在900米咬住胜出魅力 由于胜出魅力在前面的马后面 曾经困境 搞到勇敢动力在马群里面 被人带到后面 不关他事的意思 是那些人造成的 转直路湾就已经在 马群的后列 他说了 他说了 总之离那只肩有 有那么远就得那么远 他说了 总之有那么远就得那么远 说完 由于坐骑 望空 是不受干扰的情况之下 是冲得最劲的 如果他一望空 周围都没什么就冲得劲了 所以在直路组段 他移去马的外面 但是刚刚苏保罗 虽然苏保罗真是坏了 他说天意 又刚刚撤在我的外面 所以我不可以 移到马的外面 沖 何宅堯就这么说 你们接不接受你们的事 小组就接受 他说 即使直路我已经 阻挤这只肩勇敢动力 但是他在马群那里不愿展报 他说一百米 他才可以把马移到海王区的外面 又这么巧 移去 师傅前库链的海王区外面 那只马就勇敢动力有少少追前 他立即再说 他说坐骑今天的表现 看起来是令人失望的 他认为末段是没得冲 就是赛事形势 即是张大千画画 你听得明白就明白 不明白就赤 是的 那 堅有料 世纪万步速 第3段开到23.9 出来单跳也不是这些时间 第2段开到22秒 堅有料赢得真是漂亮 奥农区上得真是勁 晨州时代 初跑千四万步速 都捱到那批 有刑星都追过第4 港元 讲到第5场 整日放千二回来就断的 状元及帝 一缩 缩来跑1000 第2段 我都说这段 无论什么班次 都好 跑直路赛的第2段 都是偏慢的 状元及帝赢马 初出的东方飞影 后上不及第2 开心好友第3 美丽欢夫跑第4 东方飞影出习笨实 外邪撞到美丽欢夫的后面 美丽欢夫在状元及帝后面困境 无敌精英内邪撞到傅传大师 一起失了平衡 海豚星和喜迎于心起步 邪跑互相撞 900米海豚星外邪 搞到喜迎于心在连理腹杖里面受阻 450米连理腹杖 就在海豚星里面 无路可上之際收闻 当时海豚星外邪 被修正稍为内邪 连理腹杖靠着海豚星后面困境 400米 移到海豚星的外面 跑到400米 天竺猫外闪阻倒喜迎于心 200米也阻倒海豚星 搞到天竺猫的骑士要停止吹拆 跟着海豚星的连理腹杖 亦都在他的后面困境 300米 喜迎于心移到 外邪跑的天竺猫的里面 杀到200米 喜迎于心 在天竺猫被修正时就受阻 喜迎于心在天竺猫 后面又受困未能望空 无得全力思维 这种初出的喜迎于心 那么 毛衔东海豚星 海豚星 300米 他在外闪着的坐骑 没有 採取海豚星外邪 阻到连理腹杖 连理腹杖失了跑线 小组罚他两天 状元及帝 一放绝尘 当位都撒着撒着 东方飞已经跟他出门一样 试习的时候 一出门就挨着 挨着挨着 这只马又戴眼罩 又不戴眼罩 戴一次眼罩试 另外希斯也说 他试泥地那货真的很差 但试草地他就可以 最后追不及跑第二 而碗辉今天 什么东西都撒进来 开心好友都撒第3 美丽是全日出击 上次被人阻止的美丽欢呼 今天也做回第4 说到第6场 第6场是四班千二 放头走的月球 步速快不快 不够金刚石快 慢了一秒 这两段是46.6 金刚石五班 是45.8 慢了八线 至于 团结精神那场三班 就46.5 所以这一场 月球如果跑 川甲英那场 应该是跟团结精神 穿Q 金刚石跑第3 算时间就这样算 画家出集一般 转两转得来宝区 早段收慢 1000米 省旺材 跟月球互相撞 1000米第一次上阵的 胜利中升 失平衡 900米 省目涌区 走势笨匹 900米 偏偏君子 走了去外跌 是不是 一个关 只是射PACE PWIN都没有 去到800米 小鸟傲墙 在上晋 奔池后面困境 入直路 戴眼罩 打王牌 转两转外宜 避开 省目涌区 后面 而省目涌区 去到 无可限量的外面 300米 上晋奔池 在狼千岁 和偏偏君子之间 逼 去到200米 狼千岁 和上晋奔池 互相撞 200米 转两转内斜 在省目涌区外面 紧逼 画家100米 移到上晋奔池外面 接近终点 画家再立 被无可限量 末段 上晋奔池 在狼千岁外面 紧逼 一会儿我们 何妖又有 东西 何妖 何妖又说什么呀 何妖 都不想听你说话 何妖就这么说 他获得指示 在外面出习 不要队 这只无可限量 他的意思是 欺斯叫的 你不要说我 要说是欺斯 欺斯叫我不要队 他说尽量放在后面 有遮挡的位置 他说 无可限量早段 受到队 放在前列的位置 上次 上次就放在前面 没断令欺斯很失望 他说 我收到欺斯的命令 马群后面撤进去 在一千米 在偏偏君子后面 有遮挡的位置 都不知说了什么 没头没尾 月球一放到底 正气练马丝 又赢多场 省望财 又是得过第二 不过这次就不是经典之光 狼千岁 上次 雷文都选了 但这只马在一个 慢步速之下 加速力 好像 好像太健碩 走来走去都那个位置 醒目涌区都追得好 其实都可以转两转都有表演 无可限量 欺斯的事 有事你就问欺斯 不是我叫他留 何妖就这么说 说到第七场 包庄智威 集内繁草 不安出集晚 今天 问完何妖 今天这场又问谁 问万人为莫雷拉 那只黑桃火箭 什么叫一滴飞都没有 这些就是一滴飞都没有 一滴飞都没有 何宅堯就有 落很劲 Pay Win 反而他师傅那只黑桃火箭 一滴都没有 是不是神之水滴的那一滴 出集慢了 包庄智威就切入 要集商测试 戴眼罩不用试了 这只慢了就集商测试 是啊 那些条例你说 多有规有举 戴眼罩出菜不用试 那集慢就去试 三光飞轮不用试眼罩都可以 即是没有弹杂 总之马会的网页没有 三光飞轮出集一般 黑桃火箭在早段中段 难以稳定走势 千四米在着弱錦标后面 抢口 继续抢口的黑桃火箭在九百米走势笨实外邪 跑到八百米黑桃火箭就来移到着弱錦标的后面 那只着弱錦标上次跑得不错 试货集都跑得不错 为什么跑得这么差呢 其实是输两个几码位 有得解释 千一米北极缸在包装泰保后面困境 被人查一下莫雷拉起预保 为什么你上次又摆头 今次 步速真是很慢很慢 很慢很慢的 去看马来西亚赛事 头三段当你开1分11个岭 你开到1分13个几 慢到 那些落满罐由头大大大大大大 都可以跑到个第二 这些步速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 雷文一点都不敢想 去到千一米北极缸 在包装泰保后面困境 被人查一下 莫雷拉 他将这只马起预保 在900米转弯 就在包装泰保后面 是找到遮挡的 接着他就移到包装泰保的外面 在600米他见到步速慢 那就赶上前 这里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是为什么 早段 头段慢到25秒1 第2段慢到25秒 神操出去跳两段 开两段 25 25 走回来 拉住回来 为什么早段 你又不逼那只喜预保上去呢 就被那些落满罐 好像只有一只马在跑 是不是 是不是 他说在600米慢步速 我就推他上去 现在不是说这里 是不是 Layman想问下他 在600米之前 你怎样跑 他说他不愿意坐骑 在那个步速 加快的时候 就停滞不前 别人想走掉的时候 我当然要咬回前面 为什么你不说早点 早点你一出来不慢 是不是 穿越錦标原来又患了喘名症 这些报复 头三段开到1分13.6 你随便找一场五班赛事的1600米 看一看 究竟开什么时间 说完了 不如说回 今天第四场 第四场不是 今天只有一场1600米 说第八 第八场 昨天雷文事前Live 健康快驱 健康第一 希望各位健康驱 驱除疫情 疫情快快驱 一对健康 回来 新威王 挺可憐的 裸位 都叫做六只马 一二三四五回来 都选到健康第一 澳油之星请喝茶出习笨实 恒进宝区内邪撞到极速冰池 当时极速冰池在健康第一外质受逼 南庄精神 内邪撞到 奋透重心 起步无奈 健康快驱外邪 并在健康第一里 紧逼 澳油之星早段队 但是加速都需时 他就这样写 入直路跑得好受困 不能够望空 靠着古浪精彩的后面 很少见到古浪精彩 放在前面的位置跑 整天都在后面追 这两场 在400米跑得好 移到红中列马的外面 新威王300米 厌重受困 未能望空到200米 现在 没有了那些姿勢 只不过跟那些 2,3,4,5名 在1个马位 健康快驱也说他上次用错力 今天稍微改 调整一下 就赢3个数码回来了 恒进宝区200米 未能望空 直路多多宽少外闪 这一场的部速 快不快 其實第一、第二段都有點偏慢 所以擺頭走的多多寬笑,因為他外檔,傲游之星 古浪精彩,紅中列馬,其實都沒有什麼賽跡 第三段想走掉,回到沒有 給那些後上的健康第一跑第二 健康快驅跑第一,極速奔馳跑第三 這場的極速奔馳跑第三,上次跟他跑的跑得好,今天受困就跑第四 新威王真是陰功,跑第五 說到第九場,這場真是精彩 好像有一條私家路,錢坦安好像想都不用想,知道裡面貼著內欄,當然是有位 還要十三檔,平時各位看到十三檔的馬怎麼跑 他說,哎呀,在扔中彎,扔到外面,不要阻礙,這場不是,好像那次贏了 安居平五路,絕對不怕裡面沒有位 一條直路就湯了 怕不怕塞車的,不怕啦,為什麼,不知道,總之就不怕啦 跑法就是告訴你,他不怕裡面沒有位 繼續精彩出,就是笨實外邪,撞到仲德威,當時仲德威又內邪 比內邪的貝真勝訴撞 貝真勝訴收慢,多利多出雜笨,就失平衡,天天得樂就撤進去 繼續精彩組斷搶口800米,忽雷走外跌700米 勁劃在好拍檔後面困境 500米龍來鳥就內移避開好拍檔 勁劃300米外閃,300米貝真勝訴內移避開仲德威 100米貝真勝訴外閃 騎司要停止吹拆 這場頭兩段,其實這場已經是近排跑1400米 叫做正常步速的賽事 嚴格來說也有點偏慢 但是已經是很正常的了 很正常的了,不用做什麼健康Body Check 解釋得到,太陽拍檔1400,剛剛跑,放到正常步速斷 潮州大興初跑1400米,放來捱個呸 那些紅中列馬 外蕩的仍然贏 稍為失望是果然有一蕩都放,這場步速也沒有 天天得樂,不怕沒位的 田雞,在那裡等下 我們會配合你的 扔去外面 入面一衝上來就贏了 好白蕩都叫做跑得他的水準 因為始終是133,跑回第二 但是潮州大興 步速不慢都能捱到第三 太陽拍檔更加是初上千四 以這些正常步速不算,即是正常的時間 可以跑第四也是厲害的 龍來了 又不知為何正常步速流到那麼厚 就跑第五 今日偉達那些馬都是 一般般的 希望各位支持 李文這個 真心話的蔡馬台 第十場,這場夠精彩 美麗多多 蔡若翰說我需要試眼罩試雜給你看 你是誰呀?你老幾呀? 馬會都沒問我,叫我拿個眼罩出來彈雜 試戴雜 我去年已經在全天後跑道 還有當初步的時候用好眼罩 不過我就是不試雜給你看 你說不是有規例呢? 應該要試雜給別人看看你出雜 戴了有沒有不良反應的嗎? 我們買個太陽眼鏡戴一下落地鐵 都要看著戴了眼鏡 會不會看東西不清晰 看看有沒有不良反應 蔡若翰不用的,龍寶寶也不用啦 美麗多多也不用啦 我是神仙菜呀你是呀 人家要入雜箱測試戴眼罩,我用嗎? 龍寶寶一次,美麗多多一次 上年試好眼罩,經常在泥地上戴 又在度布,何時才拿來用呢? 今季 四隻美麗系的時候才戴眼罩 你吹得我的仗嗎? 首先是士師聲明 Layman有買Mati,但我沒有出這場深水片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馬迷就知道戴了眼罩有什麼結果 但是呢 馬迷就完全沒有得知 沒有得看 沒有得看他出雜反應 什麼都沒有 是不是公平呢? 是不是資訊對等呢? 人家就知道了,馬迷就不知道 可能有些馬迷都買中的 但是有些部分馬迷都不知道買不買之間 不是贏還是輸的問題 是資訊公正性的問題 公平的問題 是的 講完啦 四隻美麗系 一出閘啦 那隻打了圈的 忠生美麗 一出閘就慢閘了 是不是 還不印感你的票嗎? 喂 主動型跑法啦 打圈啦 喂打圈就拼了 是不是 銀些票下去啦 戴眼罩那隻 殺了 為什麼 一出閘就慢閘了 忠生美麗 一出閘就慢 向外邪跑 在快快有後面就困境了 跑馬跑什麼? 跑馬是不是應該要跑先機的? 羅明輝的馬一出閘就已經整天 抖一抖 出閘就清一清 不見了 失了先機啦 溫柔一點 在快快有後面就有困境 困境是怎樣拿來的? 因為慢閘就拿來困境了 是不是 不知道馬迷有沒有困境呀 是不是 美麗系就沒有困境啦 這場 苗麗德可能也有困境啦 是不是 被人剁了一隻大熱盤 這一隻呢 又是呀 那隻叫做天天得樂 安居平五路在裏面 這隻又是呀 去到尾兩場 不用擲外面的 在裏面有條路 轉上來就是的 然後再想一下 田雞那次騎辣得嬌 也是這樣 差不多的類型啦 通常都扔去外面追 不過他上次都是涉的 要公道一點說 上次美麗多多 那條片都是在來蘭沖的 不過上次 分別是沒有眼罩的 今天有啦 而快快友一出來 就比美麗多多撞 厲害了呢 就在金莊令和一抱中環之間逼 一抱中環失踢就愛邪啦 明欣賞 同法財先鋒 邪跑兩隻馬撞 星雲 明著美麗新星 金幾利鴻星呢 收慢 900收慢找遮擋啦 900米莫雷拉帕馬蘭追 在沒有遮擋 跑馬洗遮擋 不用啦 要什麼遮擋啊 你要跑馬而已嘛 又說要講遮擋 又說要講流放 又說要講報速 是不是 洗個子呀 在900米厲害了 就難以穩定走勢 又要立備美麗多多 又要避開美麗多多 搞到呢 不知道美麗多多的眼罩 是不是有急急如律令 這四個字在這裏 急急如律令 急急如律令 又慢閘啦 又難以穩定走勢 又走愛疊啦 我說其他那些馬 不是說美麗多多 一抱中環八百米 就在發財先鋒裏面 劑逼立備 大家想想 上年是眼罩 今天不用申請 什麼時候拿來用呢 四隻美麗是那時候才拿來用的 臨場一出集 還有一隻終身美麗 一出集打圈 搏殺 一出集就不見了 由於小組認為利害了 的走勢 令到發財先鋒 外邪 避開美麗多多 急急如律令 又有一隻避開美麗多多 急急如律令 急急如律令 而呢 該區的騎士不必要外移 小組又說 不採取進一步行動 這句 我擔保這句話 不斷不斷這樣說 不採取進一步人動 因為這樣 不採取進一步行動 這樣 中身美麗入直腦 就受困了 就不能夠望空 去到300米 有一隻美麗是慢閘 又受困了 跟著中身美麗的名恩賞 亦都是難以望空 美麗多多 自己都受困 是困到300米的 另外250米 美麗新星 在快快有和利害了之間 又收慢 急急如律令 急急如律令 當時利害了 就被發財先鋒帶去裏面 星雲鳴著直腦 又不能望空到100米 是不是 這個急急如律令 真是厲害 發財先鋒 沿途走外疊 薑絲先生來了 美麗喝彩 這次領放 勿斷勿力 蔡明紹有沒有話說 就是另一隻美麗 突然間又說勿力 他說我不能夠提供解釋 邵蔡這樣說 高冬妮那隻 出閘慢了 徒弟那隻 放到回來 沒有了 受醫立即檢查美麗喝彩 這些 一堆 姨媽咕爹一起放在這麼多馬房 效果就是這樣的 什麼效果 不知道啊 你們自己看 小組在1月12日 星期三跑馬地 賽事開跑前 就這隻美麗多多的進步表演 召見 連馬斯神仙 蔡若翰 不用試眼罩給大家看 召見急急如律令的蔡若翰 這一場的步速 這些班次 第一段開13秒半 慢 第二段開22秒 慢 第三段快 第四段就快 其實如果嚴格來說 美麗喝彩是相當失望 快快又沒千四就沒辦法 終生美麗一出閘慢了 回來跑第六 如果嚴格來說 美麗多多雖然 就說步速慢 其實他是克服慢步速的 不要說 說話一定是怎樣 他真的有他的能力 不過 我要強調一點 究竟這個能力 跟眼罩 不通知大家加了下去 即是不讓大家看大眼罩試集 又不讓大家看大眼罩有什麼出閘反應 現在戴了眼罩是不是令到美麗多多進一步的表現呢 這個問題不是黎民自己在問自己 通常人們跑完馬派了坐就算了 怎麼理得那麼多東西 現在是小組都想知道為什麼 看看小組到時 又怎樣去 堆砌個故事出來 說完了 並且不准